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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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当总理 就是我觉得就是难开这两个字跟总理有不解之缘 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非你莫属 欢迎节目主持人张正恩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可以请坐 谢谢 谢谢各位请坐 热烈的掌声送给十二位 欢迎你们 观察团两位是周思敏老师和马丁老师 欢迎二位 选择快乐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薯片非你莫属 本栏目由乐巴薯片独家冠名播出 第一位有请 觉得现在是就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踏入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时间 参与到这个社会变革之中 能为这个社会改变 推进 然后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秦珍24岁 浙江大学生物技术专业 本科 大家晚上好 我叫秦珍山气人 从小到北京长大 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在职研究生 我做过网络小说的写手 做过杂志的编辑 现在来到这个平台 想应聘一份就是互联网行业的高管助理的工作 或者是新媒体行业的编辑的工作 我也会考虑 谢谢大家 你好 秦珍哪个系的在职研究生 产业经济学 就是精管学院的 精管学院的 对 怎么想起来去我们学校学在职研究生去了 因为我未来想在媒体行业发展 然后想要自己去做老板嘛 所以就去学精管了 本科上的是浙大 对浙大 高考考的分数很高 我没高考 保送的 高中就保送了 浙大是985 9211 浙大是曾哥排前几位的大学 是的 前五位吧 而且是浙大的生物技术专业 对 生物技术专业 这个专业在你们学校也是强大的专业是吧 应该是还不错的 学校还挺重视我们这个专业的 你是哪年毕业的 我是去年毕业的 本科去年毕业 你毕业之后干嘛去了 毕业之后 我之前是在家里面写网络小说 有过工作吗 有 我在一家杂志社上班 就是传统的一种杂志社 这杂志 人们能看到吗 它不是 就是它是属于定投的杂志 就是大家订阅和定投的杂志 不太在报庭里销售的 那你为什么要把 去一个传统杂志 并且这个杂志传统到了 街上都看不到的 这样的一本传统杂志工作 来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意 没有当时就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找个工作 能不能找个工作 然后当时就找上了 于是就干了 我不是说你这杂志不好 我没看过 我没有发言权 但是做杂志的人最大的心愿 一定是自己做的杂志被人看见 而不是我做了一份别人看不见的杂志 当时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对未来人生有过特别完整的规划 我就是想找一个媒体的行业里面来做 因为我本身这个专业跨度比较大 然后投了很多简历 属于就是因为这家公司反应最快 然后就招了我了 我就没有去考虑其他 什么时候离职呢 我没离职呢 现在还没离职 今天你要找的工作是互联网行业的 高管助理 多高的管理 我也不知道 就是大家看 我就是属于老板们给我提供职位 然后我自己再衡量这样 他的所有这个岗位的理解 还停留在抽象的层面 高管助理是这样啊 秦珍 我觉得你 个人素质和优势都不容 不容怀疑呢 但是怎么到前面都挺清楚的 越到上班的时候 这个路吧 就越走得 越走得 胡了八都 比方说高管有不同的高管 对 金波 你介绍一下互联网行业的高管 有什么分成多少种类型的高管 从总监的助理开始吧 就算了 对 其实严格意义上面说是副总以上的人和懂立才是高管 对 严格意义的 你就说这些都算高管 就是一个规范的上市公司 要往哪个方向去做高管的助理 其实我都想做 因为我想 我想自己做一个公司 所以我想看看这个企业整个所有部门 秦珍 你是在找工作 对 你不是当特务 对 但我今天就讲去当作 你不能是这个心态 说我能不能给他当两天 给他当两天 给他当 这样我都看完了 然后好了 然后我就说 好嘞 大哥 谢谢你 我收工 走了 因为我真的要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要批评你 从整个的这个聊的过程当中 是属于一六减分下来 来的状态 你真的不能 你的起点越好 大家其实在心里面对你的期待值越高 今天注意啊 别瘫大饼 好的 越要拿到好工作 越要锐脚状态 目标明确 锐脚状态 好的 你咔嚓一下 跟顿脚一样 啪啪在那拍 拍不出来活 好不好 好的 既然它是从杂志起家的 来 这样吧 你要对媒体行业 你要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博书团新成员周建华 经理人杂志副总裁 经理人杂志 是一本为CEO 基准CEO结层 提供商业思想和解决方案的高端商业杂志 提供全球领先的商业思想 提供对商业实践行之有效的 新理论 新知识 新思维 不要再以你以前的那种特土特传统那种方式的理解媒体 就是一个纸板 它的商业模式 尤其技术变革带着这些变化 否则你去找工作 你说你们看吧 我适合什么 那没人会给你这样的工作的 学生物的 怎么没考虑去跟你专业相关联的行业呢 就类似做什么医药代表什么之类的 不光是医药代表 你要知道现在健康产业 研发方面的工作 本科生很难考虑的 研发上面的工作 可能对学历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甚至去做一些医学杂志或者生物类杂志的编辑 都要求硕士或者博士毕业 听众 我有点 你这个总经理注意硕质言 一定总经理注意 你有两个可能是想法 第一我需要创业 所以我需要看的更多 第二我需要一个快速的上升通道 跟总经理 比如说他熟悉了 可能发一个总监给我 我就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要不然的话你这跳这么 一下子跳到这样子的 我以为你应该是很踏踏实实的 从产品一步一步的走向你说的东西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说你当总经理助理 我觉得这有复合的想法 其实你同意汪西的话 我同意他的 就说如果要是真的那个职业通道顺畅的话 得从一步一步了解开始 一步一步的 听我一个劝告吧 美国会去很多学校校招 基本上我们不会去找任何高管的助理 基本上高管助理要不就是空降 要不就是什么那个本土提拔 自己公司提拔 所以我建议你啊 求职方向改为 就是一个校招的一个 一个管理培训生 或者说是互联网的一个产品 产品助理产品专人 你愿意这样吗 管理培训生我是愿意接受的 产品专员 如果是产品助理产品专员的话 其实跟管理培训生是差不多的 如果产品助理不能接受 我觉得因为可能产品助理的话 就可能太钻到这个里面了 我其实更希望更广泛 你如果做产品副总裁的助理会更专 你要协调所有那些产品经理 但是那样的管理能力的提升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专业的 你就是一个秘书了 秦珍 我现在抱歉 我可能要做一件不好的事情 对自己有自信是件好事 但是任何的自信不能以我觉得 我以为为依据 比如说我不是互联网公司出来的人 但是我接触过一些互联网公司的一些员工 他们的产品经理 每个人都是在这个项目上 引进了至少超过五年 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有很多事情不是想的 好不好 秦珍 来 十二位 第一印象 之后去或者留 选择 秦珍 好的 非常好 一位离拍 十一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有想过那个就是薪金的底线吗 就是我现在的工资 你现在的工资是 四千五 四千五 OK 来 听天二位给的提示 女神 我对女神一直并成八个字原则 梦寐以求 生物同学 说说原因 原因很简单 很多外形 特别条件特别好的女孩子 认为成为高管助理 是自己迈向成功的 特别好的一条捷径 当然不排除 有一些无良高管 也给了这样的女孩 以捷径 我不是说你 真的不是说你 我只是觉得 大家认为一个学习好 学校好 形象好 谈读好 马丁你要这么一说 我们都不敢招了 马丁 我女人属于心 马丁我要批评你一下 马丁真是带来了另外一种文化 对 马丁我要批评你一下 你一定要记住 马丁 你可以说者无益 但是你防不了别人听者有心啊 您经常说 老板啊 老板不是一般的人啊 对吧 老板是什么人 最后两句话就不招了 那就不是老板 对 所以你要给他的提示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真的想做一个好的高管助理 并且以后创业的话 不要倒听一些 倒听途说一些概念和一些数据 听了某些成功人士的忽悠 加上自己的三好 就认为那就是精神通道 那大错特错了 我特别希望在你身上 能够把我那八字的 对女神的印象给掰回来 不要让我身无痛绝 不 掰回来这个事 你不要在女神身上找问题 在自身找毛 来 周老师 可是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这个人很直接 这是你的优点 但是你直接的有点过火 你件事情一定要拿捏妥贴 才能做到比较稳妥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说 刚刚这么多人劝你说 你可能不适合做这个高管 所谓总监或总经理助理的时候 刚刚晋波也说过 你可不可以从第一层做起 你一口就否决了 姑娘 咱没有工作经验 咱没有太多的职场经验 尤其是做高管助理的经验 为什么就要否决呢 这种直接就不对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希望一定展现你的能力 才能获得好的工作 谢谢周老师 谢谢 我现在再回来 再回来 我再把一个问题再问一遍 然后大家提问 刚才姚信波给提供的 说我给你一个产品助理 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就刚开始在心里面就不愿意接受 因为是五八同城的产品助理 他们的产品 因为我觉得五八同城的产品和我想做的产品不是一类 然后你想做的产品是 我想做的是出版物 就是你想做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产品 不是我想做的是出版物 就是互联网出版物 以后学会说话的时候这么说 好吗 因为我想做的出版物 你别这么聊 对不起 因为是五八同城的产品 所以 其实我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我觉得你没有谁创业 比如说我做移动互联网14年 所以我才敢做 比如说那个沐延 他们当年做了很多SNS 沐延开始创业那年 开始创业那是99年 99年 所有的人都是在一个行业里进入到五年以上 没有说我是学了MBA的 我懂管理 我能创业 不好意思 这世界上能做第一款业的 一定是你对某行业 有超出别人十年以上功底 所以说我认为你说要总经理助理 你就能创业 这是鬼扯 你学个MBA你就能开公司 你学个MBA你会当李嘉诚 扯吧 所以我意思是 踏踏实实诺地 我觉得踏踏实实诺地 比如老姚真的喊踏实 做产品 我发现现在大家 都在 你看他们 都在逆袭女神 不不不 什么行为 我没有 他也是我的女神之一 我对女神很尊重 你看你那小贱样 现在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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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就发现 现在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现在都撕破了温情默默的面纱 就在马丁老师这个问题 都赤裸裸地把自己对行业 对MBA 对EMBA的一腔怨气 全借着别人给撒出来 非常好 来 问问题 东京 那个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互联网的理解 好像只有到了互联网企业才是互联网 其实现在是一个兼容的 将来的社会是所有企业都是互联网企业 对我知道 其实同时一些互联网的企业 也在向传统行业在蔓延 其实你未必要盯着这个互联网 所以你的问题是 陈东京 那我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再给你另外一个建议 刚才说从底层做起 你拒绝了 很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因为做产品 这种互联网企业 不管做产品经理的助理 还是做产品专员也好 需要深思 需要感觉 对用户的感觉 对行业的感觉 目前我感觉 你这方面的感觉会 你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 对吧 你觉得比较专业 比较难懂 另外一条路就是你走媒体这个路 互联网行业在市场部 对不起我要打断 打断一下各位 你们能不借此机会 对一个女孩来发表你们那些 我给她建议 你先别给人建议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变成了你们的指导 你们发现她身上有什么能力了吗 还有一个能力 咱们可以挖掘一下 你挖呀 但是你不要老 确实是 你你写个东西 你老干个大爷 你写个文学 但是指导人人生 不是指导人生的 没事 算了 算了 你知道真实原因 她是 各位 今天她是来找工作的 不是在这来上MBA的 行不行啊 我就实事求是了啊 对啊 秦珍对于互联网产品 不了解 对吧 那接下来 这是她的弱点 你们能不能把她的优点 通过问题让她自己答出来 而不是一帮大爷 在那块围着一个女孩 给人讲人生 大爷们 来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把你的优势展示出来 而你探入了一个 你自己又不太熟悉的领域 所以会被他们逆袭 知道吗 所以接下来你真的要展示自己优势 比如说你认为你的写作能力很强 其实我很想知道你的文字风格是什么 你有什么才华可以展示 我给大家念一段啊 比如说有一家卖黄花梨的 交了钱 这个之后 秦珍是这么欧歌他们的 这也许就是黄花梨独特的魅力 黄花梨的美 不藏不露 它就在那里 与万物融合为一体 和谐的理所当然 但它又是不平凡的 柔和的质感 细腻的纹路 醉人的酱香 留心体味 黄花梨书写的华章 随处可见 开头 这么这么一段 大家明白这个路子了吧 我怎么觉得像武良叶的也可以 有点 武良叶也可以这么说 现在其中我们隐隐约约的看到了当年我上中学 荔枝蜜的感觉 是一个女神 那么你的这一个团队当中的一个角色 你能在一个团队当中的去协调大家一起跟你共事吗 还是说你进到哪个企业里头 你是更喜欢独立做事还是 我更喜欢跟大家一起做事 OK 好 来 十一位 这十一位里面现在有三位相对冷静的女士 还有八位 非常奇怪的阿加喜 十一位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就到了秦珍的手里 选择 齐铃 尹峰 加油 建华诸红 慕颜全多宇 现在场上还有四位在 来 五八同城 十位 我们提供一个市场专业的岗位 需要写的功底比较好 来 托灵珠宝 这个马丁老师刚才说了话之后 我现在招聘你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点压力 但是我顶着这个压力 还是准备招聘你 给你一个岗位 是你的助理吗 确实是 东君你助理招了好多了 对 但是我现在缺少 老师 请问一下东君 你给的这个职业是你的助理 对吧 对 做什么 公关助理 因为他刚才喜欢 我觉得他有两个 一个他喜欢欧哥 他主要就是欧哥我 把我写出来 在美比上判断 要公关助理 这是第一个 我没听听那句话 他说了句什么 他说我喜欢欧哥 然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欧哥他 就像欧哥那个黄花梨一样 欧哥你是吧 那谁 沈东君啊 沈东君啊 在你的童年生活当中 你是多么缺乏自信 岁数大了之后 你需要顾个助理 整天欧哥你 沈总 我想问一下 你早晨起床之后 助理就说 沈总 你今天起得真好 是吧 我太 少干老师 什么也就是 你就不知道了 住宿不可 我住在一块 三家又睡了 因为你想创业 其实我就是一个创业成功的 你通过对我的欧哥 可以学到非常多的创业的精神 和创业的知识 我可以帮助你 沈言你在他旁边坐 你现在有没有想 我现在发冷 沈言我想请问 你现在有没有捅死自己的心 我有 我想把我们大家都捅死 我很有这个想法 跳下去了 但是我觉得东君 你不知道媒体传播的规律 现在欧哥你没有人看 没关系 你打击你 欧哥是一个词 双影号 双影号 有欧打的欧 双影号 那总的来说呢 主要是发掘 我们通灵的一些优势 发掘我们一些规律 对我们进行一些推广 好 你的公关 负责公关方向的助理 主要任务是欧哥他 好 来 这是协程的鸿鸿意游 工作跟老姚刚才说的差不多 是我们市场部 你可以负责广告 你可以负责PR 然后你可以做 你想做的 类似像你说的 电子什么出版物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 类似像你所想象的样的 所以国民也叫市场专员 对吧 对 OK 或者说你想叫市场总监助理 也可以 好 来 我给你提供的关于我们产品 产品专员或者产品助理 他主要是做 类似的这样子一个产品挖掘工作 这是第一个职位 这个职位对你好 就是把你从天上往地下 你真的要创业 做产品为第一位 好 谢谢各位 认真思考 请真 然后走上前去 关掉两展灯 再见农军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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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各位朋友再见 两家留下来的企业是 古巴同城 和宇宙科技 谈钱不上感觉 自己来吧 姚总和汪总 姚总您给我的薪资 大概是 我觉得林中文选择还是很准的 因为他选择了他擅长的 其实最擅长的是市场的工作 这工作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这不用选 这不用选择 这不叫他选择的准 这个世界上有正常人会接受一个专门 欧哥一个人的工作吗 小刚 这太可怕了 小刚可能有件事情你真不知道 就是其实很多老老板 蓝老板身边都有这么欧哥他的人 是吗 所以姚金波 你为什么被留下来 可能你身边没有 好 来来来 咱们就好好谈钱了 我们就把你当应接成招聘 所以就是起薪六千 一般我们孝招的人 在一年左右能涨到接近一万的薪资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好的 跟上了的话 六千起薪 来 汪总 也是起薪是六千 那他的成长性 就要看你愿意在哪一块 塌下心来做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职位 就是也是六千 也是六千 也是六千的起薪 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工作地点到底是在哪里 我们在北四环 压云村 压云村 好的 您呢 我们在中关村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了 认真思考前进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五八东城 还是一搜科技 还是选择 谢谢 再见 我的选择是一搜科技 并且成功的 将获得中国梦 孟斯兰提供的 实场新生涯 梦想祝福基金 之前也就有点有印象 想要去一搜科技 因为他们搜索引擎 跟大数据 像我想做的未来的东西 是比较相关的 然后提供的这个岗位 也是我比较心仪的 今天来了一个女神 姚金波发誓不走 开始迎合女神 结果汪西 人家很大度 我自亏然不动 就是产品助理 最后女神选择了 产品助理 这为什么选了汪西呢 女神的 因为女神的心理 我们离家比较近 除了金波 被女神逆袭 是一种幸福 今天晚上这两个人 绝对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 是的 金波是这样 你就死了 生命当中 会有女神这条心 好不好 反正是遇到女神 不糟吧 我没什么意见 我们公司那些 IT的 你知道技术人员 产品人员 很有意见 我压力很大的 以后肯定 以后他们肯定不怕我来了 怕老大来 我表扬你 我现在要用浓墨重彩 来欧哥你一下 你们公司有规定 同公司不许谈恋爱 这个规定吗 建华呀 你怎么那么傻 这些 这些理工男身边出现的一个女神 是要谈恋爱吗 是要敬仰 摩拜 谈恋爱 需要摩拜 姚金波 我要浓墨重彩的 欧哥你一下 姚金波想招一个女神 是为了让公司里面的很多 李柯南 安心的工作 安心的工作 心灵愉悦 他就不用准备一次了 这比有的人招一个女神 单单只欧哥自己 人家招到了很多的 掌声有请 下一位 已经在IT行业工作了二十多年 因为喜欢旅游嘛 所以就想走得更远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读万语书行万里路 那我自己觉得我的读书 可能稍微少了一点 所以我愿意用行万里路 来增加我的知识 开阔我的视野 丁哲生 44岁北京人 台南理工无线店 本科 大家好 我叫丁鲲生 北京人 今年43岁 实际上我在通信行业 已经工作了近 超过20年 但是这些年来 其实我心中 一直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走遍全球 那我也通过跟团 自助和带团 去过了世界上 除了南极以外 六大洲的近50个国家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这个舞台 是希望找一份 和环球旅行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 丁兄 咱们是 少班老师 客气 咱们是同代人 七零呢 那我还比您大点 六九 七零后跟我没关系 干了前半段的 那么长的职业生涯 其实都是干的本专业 对 学无线店 然后说有过在摩托拉拉的经历 摩托拉拉我在这个公司 已经服务了近15年 近15年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去年 一直到去年 那你现在要是按照 以你的经历 职业经历 如果要是找和这个 无线店相关的行业 应该很值钱 还好吧 因为我后面的十几年 基本上都在做销售和大客户 业务拓展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的长项主要是在客户这一块 因为我后面主要是负责跟中国的三大运营商的总部 各个部门进行沟通和交流 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找工作 因为你说三大运营商 是吧 移动啊 联通啊 这也大把的工作机会 没错 是吧 那你为什么突然要找一个和旅游相关的工作呢 我想对于我来说 因为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 所以那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坚持着说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那我也是按照我的这个梦想去一直在走 你现在如果要在五千年行业 就说在这个通讯行业 对 是吧 你如果要去找一份工作 大概月薪能拿到多少 四五万吧 四五万没问题 对吧 好 能拿到很高的薪水 但是我今天来 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所以我是希望说 去找这个环球旅行八十天的这么一个领队的工作 那这八十天你在哪一个企业里头 恐怕他都不能让你就这么长时间的 你们有这个职位吗 看出了老丁今天是奔着我来的 是吧 所以你是做过功课来的 所以丁兄这是你的唯一是吗 对 其他的不考虑 完全不考虑 对不起在台上的十一位老板了 我今天就是冲郭总来的 因为你今天既然你把目标锁定 那是一个好事什么 你目标清晰 但是万一你的我们说你的qualification和他不符合的话 如果是说我的qualification不符合鸿骨易游的 对这个领队的要求 那么我可能还会回去做我的这个老本行 但是同时我还会坚持我的梦想 继续实现我环球旅游的这个脚步 但老丁你自己去过很多国家 那你是作为一个旅行者对吧 那你有没有做领队的经历 哪有业余的领队 我自己组了团然后我也坚持带过团 你组谁啊 你这不是黑导游吗 你没证 我不是黑导游 你组的是自己一家旅游 我家旅游局颁发的这个国际领队证 你有这个证 我考过 那你去哪个国家组了团 多大的团 你管人家呢 我告诉你 我如果是一个找工作的 我像老丁这样的 我有这个证 我还没说呢 就有人说 你别拍我 你别拦着我 我还没说呢 就有人 我有这证 我还没说呢 就有人说我是黑导游 那我就会拒绝回答他的一切问题 我会的 我会的 你不能拦着我 就我这帮设计 我肯定会的 其实呢 我觉得像刚才他说的这种情况 在中国非常普遍 2012年 中国官方统计 中国有八千多万人出国 但是你要知道 百分之七十 是没有通过旅行社的 可能就像老丁这样的 自己 我有经验 我设计行程 然后 我带大家一起出去玩 我做领队 大家彼此信任 彼此信任 我想问一下老丁 那英文如何 因为环球旅行 英文怎么样 咱们现在就直接 用英文来一段吧 好不好 这来一段内容也特别 也特别朴素 就直接是告诉他 说原来呢 我们一共定了十四间房 已经下单了 现在呢 我们有两间房 必须得退 就这么个事 好不好 来 大概的交流方法 电话 OK Manager We have 14 rooms in your hotel But right now We need to cancel two of them Why Why Because they have some reasons seek in China So they cannot make their trip the whole trip So I know we have a book in advance But it's a special case So could you please give us a fee We can cancel it Without penalty 可以 可以 但是要交一半 这个您已经是超过了一个领队的职责 它是OP 比OP还要多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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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丁氏确实对这个行业是有了了解 有备而来 所以十一位 稍稍自觉一些 也应该知道你们要做什么 选择 很一开就有人不走 两位在 这一生我有烦 来吧二位给些提示吧 OK好 我是讲给我们郭明郭总听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 怎么说 因为他去过五十多个国家 首先他肯定有应变能力 第二个 在旅行的过程中 肯定有一些简单的救援能力 那第三个就是 他肯定有抗压性 这几点是一个未来的领队助理 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 这是我 我帮你推荐一下 丁先生 谢谢周老师 谢谢 那其实我就想问你一个 周永 我也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留下来了 我觉得老丁第一个 能作为一个这么优秀的 无线电专业人员 然后呢 这么执着的改行 因为我们现在福能 也是从这个 我们说新能源的一个 跌宕起伏 现在跨到这个 投资移民这个领域来 我还是非常看重你的背景的 因为你过去的这些积累 你可能过去的节目中不了解我们 只是知道我们福能集团做新能源 那么我们依托于我们国际化这个背景 现在搭这种投资移民 我相信 对老丁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来 郭明提问 这个首先我对老丁奔斗而来 还有除了刘嘉勇 大家都非常支持我 表示感谢 我先给你们鞠个宫 太客气了 非常难得 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 不知道这个时候刘嘉勇 心里面该是多么的尴尬 对 我们这个 给大家鞠个宫 表示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 老丁 我觉得你到刘总 这可能你得到了 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助理的岗位 没准他这个新的平台 可能 所以多 给你绝对是就是副总级别 来来来来 可以去 郭明提问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老丁呢非常执着 我想 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呃 你一个月有四五万的月收入 如果你选择了做这个领队助理 呃 但是领队助理只是你入职的一个 初期的一个职务 呃 你怎么看待这个收入的差距 呃 因为其实我想是这样的 一个问题我想跟郭总明确一下 就是今天的这个职位 应该是要参与这个 环球旅行八十天的这个工作 对吗 呃 那对于我来说 我是 能够接受这个差距 嗯 然后其实我想跟郭总说的是 我不是只冲着这个领队助理来的 那我是希望我通过领队的助理的这个工作 能够让公司能够让郭总来了解我 到底有多少能力 那我希望是说 在中国的这个高端旅游方面 能够做更多的事 嗯 所以这是他是把它当作起点 好 这样 因为只剩两家了嘛 二位做决定吧 如果灯人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老丁的手里 选择 好吧 非常好 还是有人 死也不走 两家留下来 谈钱不上感情 刘总 给的职位是 呃 那么我们富能文化是注册在天津 当然是一家新公司 而且呢 我现在非常需要像你这种的高端人才 我给你的岗位是 富能文化的副总 我给你的待遇是 年薪三十万 加提成 谢谢 该我了是吧 对职位 老丁 初期仍然是靠你应聘的那个职务 啊 这个领队助理 来入职 你一定会在高端旅游这个行业里面 会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 嗯 我们不做能源 然后又做移民 我们只做一件事 你当然呢 有些过于还杀摄影了 只做高端旅行 对 可以很专注 这样 我觉得呢 要想做好一件事 就像你非常专注 我觉得我们给你开的薪金呢 并不是很高 多少 但它不代表未来 多少 我们现在只能给你开到八千块钱 八千块钱是底薪还是拿到 底薪 这样老丁 我跟你讲 就当郭总讲的有一部分是对的 就是他们很专注 但作为一个成熟型的公司 对吧 你要想好它现在公司的右板块 是完全是已经固化的 而且严格一讲 目前所有的领队的业态 都是偏年轻化 其实你站在领队这个层面上 这个你说错 然后呢 你先听我讲吧 你的领队是越老越世间 然后呢 对我们来说呢 你的介入等于是你开会一个新的天地 等于是你又有一个新的平台 所以我希望你全面考虑一下 所以这是底薪八千加 这是年薪三十万 OK 老丁今天来这个平台 你的选择我很高兴 因为我们愿意更多的有梦想很专业的人来 但是呢 你现在真的要面临一个很残酷的选择 叫做理想和现实 四十出头的人了 家里面有老有小 也是毕竟有家庭 叫有家类的人 是吧 人到终年嘛 所以 不打扰你 老丁认真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洪湖一游 还是福腾集团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你们好烦啊 谢谢 再见 我选择洪湖一游 我选择洪湖一游 硬认成工作 将获得中国共产 一共的职场新生涯 共产助理基金 薪水没有达到的要求 对 那为什么才是接受的 我想这还是跟我的那个 梦想有关系 所以 我会考虑这个行业的成长性 和这份工作的成长性 上五八同城 招聘应聘入十块 五八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 本节目的特约 为难为五八同城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五八同城 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到前程无忧首页 报名 或者是下载手机客户端报名 感谢爽口开胃中国味 会员冰糖葫芦汁的大力支持 同时 我们的节目推出来了 有意思的互动方式 智能手机用户 可以登陆m.creen.com 下载creenTV客户端 或者发送哪个短信 菲尼莫属到9513186 免费互动 应聘成功者将获得 中国梦梦之兰提供的 职场新生涯的梦想助力基金 中国梦梦之兰 祝福每一位的求职者海阔天空 菲尼莫属的官方主页已经正式上线 上面有很多独家的精彩内容 等着您的分享 菲尼莫属现在推出来了 加场版 每周五您都可以通过新浪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或者爱的菲尼莫属的官方微博 在线收看 移动联动 电信用户都可以编辑A7加留言 或者报名信息 发送到106633577 也许下一个求职音聘者 休职音 这里是莫巴鼠店 菲尼莫属 掌声友 从2012年来到天津之后 就下定决心 我希望能够成为南海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还是没有能无愿 我觉得我是一个动静结合 偏动态的这么一个女孩 我就一直坚信一句话 就是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凡奇24岁 长沙理工大学会计学专业的说 大家好 我叫凡奇 今年24岁 来自美丽的新疆 2011年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 会计学专业 在校期间担任过一些学生工作 大学毕业以后来到天津 在一家国企财务处工作 很荣幸来到菲尼莫属这个舞台 能够和各位老板老师交流学习 今天想谋求一份与营销类 或者助理类相关的工作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谢谢 稍高老师 你好 凡奇 你好 凡奇是一年毕业的 对 毕业之后去国企了 选择了在天津 你是新疆人 对 在长沙念大学 对 选择了去天津工作 天津工作 为什么 没想过来北京吗 当时 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觉得北京给我最大的 就是它的生活压力太大 被这个做城市吓到 那也不完全是 就大学毕业以后就想回北方 这是其一 其二是北方的城市吧 我以我浅薄的这个地理知识吧 因为西北我待了十多年了 我不想回西北 然后东北也很冷 不想去东北 然后陕西的话又太内陆 太内陆 然后山东呢 我又不太 它离北京太远 然后天津的话 然后天津的话 离北京最近 以全新选顶 然后我觉得 它离北京最近 然后就是说资源呀 什么平台呀 就说都还比较近 即使说天津我混不下去了 我还有北京做靠山 思路非常好啊 还都非常好 你没有想过那个 因为小小年纪嘛 对不对 大学毕业有很多选择 包括考公务员 包括考研 没有想过考研吗 有考研 从大四开始考研 一直考到今年 一年考了一次 一二年考一次 一三年考一次 三年考一次 每次考到南开大学 你为什么那么想开 想上南开的硕士呢 这个原因有几方面吧 第一 是最最最可能 比较幼稚的想法 我想当总理 就是我觉得 就是南开这两个字 跟总理有不解之缘 第一 第一 总理 曾经毕业于南开大学 然后温总理 毕业于南开中学 然后 他们都是男的 然后 我就希望我能成为 第一个女总理 不管当总理的事 这想法靠不靠谱啊 但是至少通过这个细节 能够折磨出两个优点 第一有服务意识 第二 挺实在的 有这个想法 能够在这个评价当中说出来 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总理的 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就是说 你还可以去某个公司当总理 不是 就是说它是一种精神 就是说 它可以带给人们幸福感和这种温暖 OK 我觉得我以后在工作中 我也可以带给我 未来 比如说可能我的员工 我带给他们温暖和幸福感 你的同事 同事也可以 OK 好好好 实在是 那你不是在国企做会计吗 对 出纳 做出纳嘛 你是正式编制吗 是 正式编制 对 正式的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呀 我觉得国企有两方面 也可能是它的 有一方面给它的优点 国企很稳定 很稳定 但是我觉得稳定 它也有另外一面 就是你的发展空间 可能不是特别的流畅吧 我觉得是 这个大家都懂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内 那个体制内吧 是吧 大家也都懂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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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这样 你擅长的 想发挥的是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与人沟通交流 嗯 嗯 比如说 我觉得我很灵活应变 比较好 然后再一个 别的就是 任何岗位都削了 会说话 有有应变的 能聊天 会说话 对 笑容非常能够打动人 而且内心非常的纯真 谢谢 非常容易自己就把自己感动了 对不对 是这样的状态吧 对 对 那 哎呀 你要随着这事跟你爸妈说不说 嗯 说过 有这个意想 他们同意吗 他们觉得都看我 你看啊 你今天再来找工作 还做不做会计 嗯 不想 不想做财务 不想做财务工作 OK 想做什么 就是想做营销类的 或者是助理类的 营销或者助理 那你的优势 能力 我觉得 刚才我已经夸过你了 是吧 那我继续夸是吧 不是 刚才那些夸呢 对 刚才那些夸 咱们夸的是概念式的夸 对不对 嗯 现在呢 要有一些实物是的话 对 嗯 在工作中我觉得 我是一个有规划 有总结的人 我会在我的本子上 会写出来 然后每次玩一下 我会勾一下 会有个心里有个数 然后第二就是 我在会有一些就是错误出现 那么我就会就是总结 然后让自己记住 这个错误以后不能再犯了 然后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吧 因为出纳管钱嘛 管这个支票嘛 不能不细心 然后后来就是 碰到任何事情以后 我觉得我可以沉稳的冷静的去面对 好 嗯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 以天津为主 但是如果北京有非常好的工作的话 我非常愿意考虑 薪金你理想的状态是 你现在 你给我们透露一下 现在你多少钱吧 现在 就是 三千左右吧 三千左右 你希望 我希望 三千到四千吧 三千到四千 那有什么 那么小生干嘛呢 因为没干过这些 其实对于这方 对于我想从事的专业 指的那个工作来讲的话 可能我是一张白纸 你就直接告诉他们 说也许我是白纸 但是我是一束阳光 好 来 我觉得你前面是说你喜欢当总理 其实你是喜欢那种感觉说 为人民服务或者是为老百姓带来温暖 那你的这个追求和营销之间的关系是 为什么会选择了营销呢最后 营销它也可以说把一个产品就是策划的就是设计的 就是可以带给就是老百姓一种温暖或者一种食调 我觉得你有几个数字我看哈 第一全国选点很好的思路 第二你一个人来到天津开始的一切最好 但是这个我认为你有销售的潜质 但是跟营销的潜质是两件事情 销售做不做 你没有意思吗 销售如果没有更好的话也可以考虑 但是但是但是这个销售吧就是总是都听别人说要喝酒 就是做销售啊 不见得互联网的销售 没有喝酒喝酒 喝酒 这里的宝宝提供的销售感觉都不用喝酒的 我问你一下你怕的是喝酒是不是 比较怕 你抵触不抵触干销售这件事 不抵触 不抵触你是特别怕喝酒这个事 对 而且大家一问姑娘哪来的新疆 哇新疆能喝 是吧 就怕这个是吧 特别怕 对 所以说我觉得建议一 你考虑一下销售感 不喝酒的销售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真正要选营销的话 你要把你的创意 你对事情的把握能力 这些策划能力要展现出来 要不然我们很难给你一个营销感 非常好来住 因为我是听下来觉得你还是挺喜欢那个张罗事 对吧 然后喜欢带给你身边的人一些温暖啊 关心啊 喜欢组织一些活动或者事情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说一个公司里行政这个岗位 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啊 具体一点讲的话 比方说公司要装修 这也是属于行政的工作范围之内 这样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去做 嗯 说不太上 行政其实是公司里面很重要的部门 很适合你的追求 有很多事要张罗 但是现在我来替凡奇说一句话啊 你想他毕业直接就进了一个国企去做出纳 所以他没有多少和社会打交道和职场打交道的其他的经验 大家来考察他的综合素质啊 各位第一印象形成了去或者留 选 好 离开了 一位离开 十一位都在 和你想的一样呢 嗯 没敢想这么多 没敢想这么多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留下来 嗯 是不是大家 因为你很阳光 继续保持 天生我有财 一流二位的建议 周老师 是这样凡奇 大家没有走 第一个是因为你很阳光 另外还有一个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你 适合的能力不方便 下结论 对所以大家都在观察 既然你想做服务行业 比如说客服啊 人云之间沟通这种行政啊 倒是值得你把它当做职场的敲门砖 你可以多考虑一下好吗 好的 谢谢来马丁 典型的阳光青年是个来指 大家都看出来了 呃 我刚才周老师说的特别对 就像你这样的年轻的孩子 特容易被营销策划公关广告等光环所吸引 觉得那种就是杜拉拉生殖剂 啊就是成天穿的光鲜 然后穿梭于各种相对比较高档的写字楼 和比较高档的人接触 而能干着每天都有新鲜感的事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基础工作很多 必须从头干起 很繁琐很麻烦 真正干到策划和营销的那个层面上 起码是一个资深的老手 你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有资格跟别人谈策划 或者是个骗子 那倒不至于 所以我觉得我问你一个小问题吧 我也不发表自己的网上了 来来来来 你不要想做营销吗 对吧 我给沈总出了一个营销点 对于他个人的 欧哥 第三 卖珠宝 第四 喜欢被欧哥 第五 和 张老师一样都是天蝎座 好 天蝎座 第六 我怎么突然觉得 我怎么突然还是讨厌我自己的星座了呢 第六 自认为长得很帅 他经常很突然 你懂的 判你 经常会判你 跟张老师对着这 假设 如果你要是给这样的一个老板 设计一个大概的 充分发挥你的创意 能设计一个场景吗 可以 就是 我的设计场景就是 在一个很长的那种 就是这种餐桌 很长的餐桌 就是 这个老板不是助理多吗 助理就是 专门就是把他 就是美女助理 放在餐桌的两侧 然后呢 就是老板坐在最最最最头上的那个位置 然后不是都是那种 公筹交错那种 就是高脚杯呀 玻璃杯什么的 然后珠宝嘛 就是这些 这些美女助理 什么手上呀 什么都会带一些很亮的那种珠宝 就都bling bling的 对 然后就是 大家就是都举杯 然后去就是 去公营老板的那种 感觉 然后就是老板就是一种 很很高 皇上 皇上 不是 那个 他针在那 我发现 就是把他针上去 之后让他下不来 那你最后想传递的是什么 你通过这个影响令 你就想传递的是什么 你传递的是这个老板 是什么 老板是 老板是一种 就是那种 很绅士 很 就是很绅士 很英俊那种 很潇洒的 你有一点 是不是我做影响了 不是 我们感受到 你知道吧 很急 我们感受的是一个 带着大珠宝钻件 然后很土的 指甲尖底还有那种黑黑的那种感觉 就那感觉 这就是一个土老板的感觉 不是 你关键放在参兵这个环境 你还有美酒 是吧 酒色不分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并不安心的 我就发现你们啊 就是你真的是 什么样档次和品位的人想象出来的这个场景 就是只能和你的档次匹配 你像 你像 刚才 韩琪在这一说那餐桌 我马上想到 每边的座 就是哈利波特里面 邓布利多校长往这一坐 底下都是魔法学院的学生那种餐桌 对 对不对 怎么他们就能够想到酒和四 不是 因为他那些美女都中光宝西嘛 邓国宝就能一想就想 哈利波特 知道什么叫纯真了吗 欢迎你来 大家能发现他的性格其实是很外放的这种性格 所以 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 说行政 老板们说 看看 这个这个 销售 不喝酒的销售 说有人说不喝酒的销售 你像刚才朱鸿说 行政特别适合你 金波觉得行政适合他吗 行政还可以 行政和客服还可以 对 他说行政适合你 其实我建议你啊 如果你能考上南开的 比较财快的 财务管理的专业 坚实做财务 应该 因为你很严谨 我觉得你做财务管理的职业的发展前景 要比做行政或者做客 行政可以啊 我们能够行政转 可能转到人士 他的个性不愿意 不适合做财务 可以再转 你明年还会不会再考了 我今年还继续再考 你要考在职的 我想考MBA 考MBA 对 考在职的 还要就是明年2014年还要再考 明白了 来吧 十一位 如果你们的灯燃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樊琪手里 他现在还没有辞职 未来他还会再考 来 十一位 去或者留 选 德宇 要进波 好 建怀走了 好的 不错 还是有六位留了下来 来 大家严谨一该说职位 这是佳和一品 其实我觉得你更适合一个 我们的加盟事业部的专员的 这个 客户服务这个工作 博士团新成员 刘晶晶 佳和一品CEO 佳和一品 是以周围特色的中式营养快餐 历经九年 设立了近百家直营连锁门店 树立了良好的民族品牌形象 那么这个工作 需要严谨的这种工作态度 跟我们的加盟商在进行沟通 不是变化的客服 在北京 在北京的总统 客服 来 多过美食 两个岗位 一个呢是行政 另外一个岗位呢是运营的编辑 来 福能集团 那个凡奇 我给你提供的岗呢是 我们福能集团旗下的福能文化 在天津的一个销售岗 工作地点天津 工作地点在天津 来咖啡之意 给你准备的职位有两个 一个是全国加盟中心的营运都导助理 然后第二个给你的岗位是刚刚我问姚金波商量一下觉得挺适合你 就是著名的店长助理 工作地点是在 第一个工作在北京 第二个工作北京天津 长沙都可以选择 好的 来 我给你的职位是北京或者天津的店长助理职位 那么从基层管理的角度开始逐步的帮助你培养你 来 听车训吧 我们需要一个客服 首先要和网友去解答一些问题 其次是要对整个车架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掌控 线上 线上对 所以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好的 认真思考啊 然后走上前去 关掉其中的四盏灯 行了 出发吧 边想边 谢谢您 七零再见 谢谢您 再见 祝宏 谢谢您 谢谢您 京京再见 凡奇还要再灭掉一盏灯 要灭掉一盏灯 灭掉一盏灯 我今天选珠宝行业了 这个行业 凡奇果断一点不然不会给你加分的 请你果断一点不然不会给你加分 凡奇你现在灭灯的是选行业的问题啊 谢谢您 经过了很多的犹豫 最终你能让做出了一个大快人心的决定 谈钱不伤感情 我这边因为是销售 那么对销售一定要销售基础工资和提成 那么我们这边的基础工资三千加提成 三千加提成 尹丰 运营督导的助理和店长助理 我们的工资企是三千五 如果是店长助理是包吃包住 无险意见按劳动法 如果是营运督导的话是包住 就是以你现在的社会阅历和你的个性气质 可能目前销售不是你的强项 这样 销售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优胜劣态的岗位 如果他没有走到营销就可能被淘汰了 取决于你是销售什么样的产品 如果说对他们那种 就是说我们说竞争力很激烈的产品 确实不适合你 但是对于你的气质 作为我们说的投资移民是非常合适的 好 姑娘给一个建议 就是说你这奖赏下来很笃定 我希望你能想一下你未来的 就是说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导师 好 他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 你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重要的 所以你选老板的时候可以往上面考虑一下 其实你现在有三条路 认真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福登集团 还是咖啡之意 还是谢谢 准备明年继续复习考人 我选择咖啡之意 应变成功者 将获得中国梦梦之兰 提供的实场新生涯 梦想助理资金 咖啡之一也是我目标的一个企业之一吧 而且您总很吸引我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薯片非你莫属 本栏目由乐巴薯片独家冠名播出 上五八同城 招聘应聘入十块 五八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本节目的特约规定单位 五八同城的大力支持 你也可以登陆五八同城 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大力支持 你可以登陆到前程无忧首页 报名或者是下载手机客户端报名 感谢爽口开胃 中国味会员冰糖葫芦汁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的节目推出来了 有意思的互动方式 智能手机用户 可以登陆M.coin.com 下载QinTV客户端 或者发送每转信 非你莫属到9513186 免费互动 应聘成功者将获得 由中国梦梦之兰提供的 职场新生涯的梦想助力基金 中国梦梦之兰祝福每一位求职者 海阔天空 非你莫属的官方主页 已经正式上线 上面有很多独家的精彩内容 等着您的分享 非你莫属现在推出来了 家常版 每周五您都可以通过新浪网 搜狐视频爱奇艺 或者爱的非你莫属的 官方微博在线收看 移动联动电信用户 都可以编辑A7一家留言 或者报名信息 发送到106633577 也许下一个求职营片者就是您 这里是乐巴鼠片 非你莫属 我是16岁的时候 一个人在天津上高中 然后那段时间也是爱上了摇滚乐 在高中毕业之后 义无反顾的跑到了北京要学习 我们的乐队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 所以我空前的时间会比较多 然后我想找一份工作 然后以后乐队会也有一些帮助吧 张远23岁 河南人高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张远 今年24岁 来自于河南洛阳 现居北京 毕业于北京谜地音乐学校声乐专业 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找到一份跟音乐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张文老师你好 你好 张远 你好 转身 转给他们看 这头长发留了多少年了 张远 五六年吧 差不多 五六年 你是 那个谜地音乐学校 它是一个民间的一个 对 是吧 你是高中毕业之后就来北京了 对 没错 哪年来呢 08年 当时为什么来北京 就是义无反顾的想来北京玩音乐 你玩摇鬼是什么风格 金属 重金属 对 可能比重金属还要重一些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嘛 特别狂野的那种 那个 对 然后就那歌词永远都听不清是在唱的 对 没错 嗯 这个 现场 现场来一段 你要吗 你听得懂重金属吗 没问题 好 来 张远 现在舞台交给你 好不好 好 那这个 好 我来 我来替你保管 长发飘飘 你到台中间不要摔着了 对 这个是 就是要唱的时候就得披上 张老师你要离远一点 这样比较有感觉吧 应该是 张老师你要离远一点 我躲远一点 为了我的安全 张远 我想我再多说一句 就是在我受不了的时候 我可以上来吗 可以 没问题 您随时叫停都可以 好的 歌名是什么 你可以说你还歌词大意 还歌名 你俩吐不吐呀 这首歌是意思叫永远向前 永远向前 明白了 就是一直向前的这种感觉 我是 其实你第二句我就想上了 但是我觉得 对于一个演出者的尊重 不能第二句就上了 张老师 我特想知道他洗发水用的什么牌子 是吧 我这里原来就听懂一句歌词 是不是有一个我是妖怪 没有 那个张远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你知道张远是什么促使我上来了吗 你有坐在那个位置吧 我对面正好是姚秦波 然后我就看到姚秦波 你看他假装能欣赏 在你唱完了之后 他还面带微笑 其实你整个唱的过程 我给你看一下姚秦波的表情 你这样 老姚 你舔什么呀 就听得口 就听得口干舌燥了 是吧 没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音乐类型 你来做挺好 咱扎上吧 好好好 挺好的 小刚 其实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你还是告诉我一下 你用什么洗发水 大家是这样 咱别开玩笑 表演亏表演 但是当职场找工作的时候 为什么让他扎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可以这样的发型去找工作的 是吧 我希望你也能理解我的意思 张远 你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块 外面有演出的单 是吧 对 那歌四个就等着你呢 你是主唱 对 对吧 怎么办呢 是这样子的商务 就是我们现在的演出 一般就是会在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的时候 提前就会约好 所以我可能会 就跟老板说 就是可能我大概两个月之后的这个时间 就是我们一般演出都会在一些什么清明假期 五一假期或者周末 就是可能是周六过去 然后周日演 然后当天就回 张远你现在有工作吗 我没有 没有 那歌四个呢 有的有的没有 所以当你跟那歌四个说你要出来找工作了 他们什么意见 他们没什么意见 他们觉得OK 还行 张远 我有个怀疑啊 就是说你确定你是来找工作的吗 还是来展示一下的 对 我确定是来找工作的 那你希望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岗位 我希望找到跟音乐很深相关的 哪家公司 今天如果没有音乐 哪个岗位 哪家公司 呃我之前看到就是咖啡之意 银总那里有一个职位是就是音乐设计师 如果他在喝咖啡你放这个音乐 完蛋了 别的完蛋了 不的 因为我觉得音乐 呃他跟每天你的心情 包括天气 甚至包括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就包括我 就拿我做做一个例子来说吧 呃就好比说可能今天的天气是很炎热的 我就觉得我想要听一种什么样的音乐 或者说今天我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 我想听一种什么样的音乐 都是不同的 因为我呃去过很多的咖啡店 包括一些餐饮店 他放的音乐都是非常的 可以说死板 放招演的时候他放的有个好处 就是翻台率可以更高 哈哈哈哈 我有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你为什么 你因为你做了这么多年 怀着梦想来到北极 你为什么不在音乐道路上继续走 是因为你这个音乐队 现在不能做到让你们活下去 你需要一个空间去打工 还是说 嗯 就刚才姚总说的这个意思 你只是来 来秀一下自己 给自己乐队做个广告 不是 如果是 要做广告的话 其实 没有必要的 来上这个节目 现在做一次演出 我想问你 为什么不 你们这个乐队建议行 明天要去厦门演出 那你们实际上完全是一个团队了 你们应该有自己的 规划 或者是想赚钱 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 为什么不坚持下去 为什么他要到这个平台来 是这样子的 就是您刚才第一条说的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呃 中国地下乐队的一些现状吧 虽然他演出可能会比较多 可能曝光率比之前的好 但其实可能某一些状况 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就是演出费其实还是很低的 呃 可以这么说 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完全不能 生存下去 靠这个事能不能 生活 呃 如果说勉强的话 应该是能够勉强生活 张远这个从艺术层面上 我们刚才你的表现 我们都觉得特别特别融入你的那种艺术氛围里 那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音乐是你的生活 还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音乐是我的生命 嗯 所以 如果从这个角度 如果从这个角度 我特别同意汪西的 你说来这个平台 让大家知道说 因为地下乐队生存 确实有生存的难题 对吧 因此我来亮影像 然后有各种餐厅 以后没事都来找我 我们给大家做音乐设计 你别乐 我说的是真的 让你天天跟这坐着班 坐班干嘛这样 你不你坐过班吗 说实话没有 二位给点建议 二位给点建议 周老师 是这样张远 既然你有这么好的音乐的感觉 就开一个个人工作室 把你这几个兄弟笼络进来 你们都成为合伙人 不单单是餐厅 酒店 宾馆 很多很多场所 都需要音乐设计 你把这个放进去之后 比如说你去银总那 他给你三千也好 五千也好 八千也好 你不如在外面接个活 随便接一个也三五千 一个月下来就做得很好 我觉得是这样 刚才周老师说这个相对比较理想化 没那么多活 哪有那么多活啊 你会屈尊去做婚礼的音乐设计吗 我问你 你愿意吗 马丁老师什么叫屈尊 婚礼设计也是音乐设计师 一样的非常好的 在他看来可能是屈尊 你会觉得那是你想干的活吗 那跟你的生命般的爱好有关系吗 马丁关键的问题是包括婚礼 包括各种各样的那个 如果他愿意 如果他愿意说我给婚礼 我给比较高档 所谓高档昂贵的婚礼 去做特别的配乐 而且你的音乐 确实能被那种公司接受的话 那就是一条胜财之路 马丁啊 他真要是 这点咱俩真有共同点 咱俩的想法是一样的 不是他去不去 真要那种高端婚礼的婚礼设计 他要去了 一天能把他气死 因为不是你怎么设计 人家客户就怎么听 当然 人家就直接告诉你 这段 当我出场的时候 我想放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 你就直接告诉他 哎呦这首歌不合适 我必须放这首歌 请问这会那活你接不接 不接 你看 问题就在这 是的 就是你如何 我觉得接那种活 他不管他放爱情买卖也好 还是什么最炫民族风也好 那是他的需求 我参加过一个婚礼 我说我一点都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知道新娘是多没有创意的出来的吗 套马杆把我吓的 但是挺好的 但是我相信他理解 不行女孩子上来 你现在让我们 音乐氛围什么样 你现在让我跟尹分理解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套马杆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套马的汉子 威武雄装 好了不能再唱一下了 这里就是自相矛盾的地方 因为职场更残酷 因为有可能老板会让你做你更不愿意做的事情 是啊 你连你艺术范这关都过不去的话 那职场你怎么又过得了这一关呢 还有朝九晚五 做班 你完全是因为过去的 太痛苦了 我觉得天马心火吧兄弟 你一定要理解职场 因为职场一定是很残酷也残忍 尹峰小姐 冲你来的请提问 我想知道张远为什么会选择重金属 你喜欢他为什么 首先来说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音乐风格 可能就是我能从重金属里面 就是我所玩的一种金属乐风格里面 能够得到就是我生活中得不到那种感觉 但是这样的孩子常常他对音乐是有一种偏好的 所以我个人不认为偏好这个重金属摇滚的 适合看餐厅的音乐设计 好这样啊 张远其实大家现在围着什么说呢 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做个音乐设计师对于你内心深处来讲 是不是叫权宜之计吧 现在这段是的 对吧 所以究竟是活适合你 还是工作适合你 大家思考 好吗各位 来 12位 选择 你 helped hear you 赵远能理解我们今天说的话 理解 对吧 不是大家不喜欢你或者是你的音乐 我说了虽然我们听不懂 但是我们理解 不过我相信你要做的事情 不是花更多的心思找工作 第一 花更多的心思去宣传推广和营销 今天来了下了台之后 问问各位老板 这都是这方面的人才 说我营销我该怎么做 第二 如果这要想权益之气 我相信会有很多火 通过这个节目找到你 加油 好不好 谢谢周老师 希望看到你们更多的精彩演出 要越做越专业 加油 再见 我觉得他们还是挺愿意再帮我想办法 就是想帮助我的 还是一次挺快的心理 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为我一个想办法 大家也知道在中国的地下摇滚 他们的生活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刚才马丁说的 专注于纯画画 专注于纯音乐的可能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生活状态不太好 但是有梦想实在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 我说很感谢十二位老板 大家能够把情绪和职位分得那么开 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在现实当中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帮助有梦想的人 但是我要冷静地说一个规则 职场就是职场的规则 在职场我们就严格地按照职场的规则做事 不被打扰 完全地按规律按规则 事实上也是我们对职场的一种工作 感谢各位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